小秘书居然开始拖拉机,带着小白脸老板慢慢悠悠地归宿回家 这么浪漫的场景,两个人不应该换个位置吗? 他们只能将就一碗,中间居然还隔着一堆辣椒 秘书和老板解释道,大叔们都是好人,平时不会轻易劝人喝酒 只有在他妈妈祭日这天,才会来陪爸爸喝酒聊天 这是大叔们安慰他爸爸的方式 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奶奶离世的场景 他能感受到家人离开的痛苦,也能感受到秘书的无奈 他们两个从小就失去了最爱的人 第二天一早,自己的车居然出现在门口 闺蜜打电话过来,说那个警察是自己辜负 把车加满油开回来了,让老板无比震惊的是 车里塞满了一箱箱的土豆,全都是秘书爸爸给的礼物 他没有解释,只是说好不容易回农村一趟 怎么也得带点土特产回去 但是老板却被挤得崩溃,对着土豆一脸嫌弃 要秘书停车把土豆都扔了 秘书愤怒的铃车,一箱向搬下土豆 他只好叫来出租车,把十几箱土豆送回家 司机还热心帮忙,他也回赠了一箱土豆 甚至当街派送,要把土豆都送给过路人 这是爸爸辛苦重的成果,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品尝 剩下最后一箱,他要带回去自己吃 旁边一个男孩接到妈妈电话,一脸开心的样子 还没来得及和妈妈说再见,意外却在绿灯时出现 男孩被车撞飞,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 满地的蝉花,秘书被吓得待在原地 他的命运如此不幸,但却又是幸运了 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了 是愁,奴恋三感 以自己去心情结束 你们白味准 但是... 那刻是SG 台排还没有 真的 真可憐 死亡